丁当今天上电台宣传 本月九日十日的高流演唱会 单身六年的她 心心念念的还是朝桃花 现场安排老师用一斤命挂 帮她求好姻缘 但老师语重心长 要她靠自己努力比较重要 她无奈透露 其实自己已经很努力 很主动约会了 但就是没有下文 我就蛮努力的去约会了 非常努力的去约会 就是跟朋友大家 有时候你要去吃饭 然后我说记得叫我 就是大家会一起出去 就是你会通过不同的一些渠道 然后去认识不同的人 所以我从去年开始 就是一直就是约会 然后吃饭 约会吃饭 然后吃完饭就没下文 吃完饭就没下文 对方敢留你电话吗 有任何联络方式吗 有留联络方式啊 没有打过来 也没有 就是在陪 主动传讯息 我有主动 我有主动信息 从去年到今年 她约会过六个对象 都无疾而终 但她其实内心 有个坚定的意念 就算未来没有可能 踏上婚礼的红毯 她一定要生小孩 我其实说真的蛮想的 因为我觉得既然这一次 是作为一个女性的话 我觉得 你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人生不同的身份 不管有没有结婚 对 但是我的内在 很多时候还是蛮传统的 因为父母还是传统 所以他们就觉得 你一定还是要结婚 然后才有孩子 可是对于我来说 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 真的我两个人很稳定 就算我觉得 没有婚礼或没有结婚 觉得有孩子也都OK 他去年健康检查 发现有卵巢息肉 割除后 医生也以医学角度 提醒41岁的他 要注意维持 适当的性关系 这个话题 让他近乎崩盘的大笑 那个关系是 我们所了解的 肉体关系的 对啊 身体的 一直有老师跟你说 一直都没有肉体关系 对你主性其实是什么 是不好的 对对对 对对 在机 进行完朱建宏陈拓宇 采访报道